又是吃撑的一天呀 这个菜我说它不好吃不下饭 估计都没有人性 要说我们江西人做菜呀 除了太辣了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费米饭了 尤其是这个咸鱼干 本来就是特别下饭的一道菜 你们要是吃饭没有胃口的 都去做这道菜 泡了一个小时 再把表面的灰尘洗干净 一干水分 用菜籽油来煎会比较香 先在锅里面给它摊开摊平 慢慢的煎 要保证两面都给它煎香煎透了 然后就可以先盛出备用 就着这个底油下入将蒜末小米辣 然后再来一点辣椒面 炒出香味跟红油 接下来直接在锅里面调味 放一点生抽老抽蚝油 白糖一定要来一点可以提鲜 把调味料炒开之后 接着再加入大概一碗的清水 然后把鱼块放进来 扣上盖子 让它焖煮个六七分钟 会更加的入味 煮好之后再放一点胡椒粉 跟松鲜鲜调味 汤汁快收的差不多的时候 再放一点青辣椒还有蒜苗 继续稍微翻炒一下 青椒断生就可以马上起锅 香香辣辣的 闻着就是很咸香鲜辣 真的特别的费米饭 你们也试试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